我上次就說 其實如果 我今早回來的時候 就聽到高永文去接受訪問 就說他有十年的 改善醫療的計劃 那個主持人就說 現在拉布你行不行啊?十年這樣 高永文就這樣說 他說我們會盡量在我們那方面做好 早點拿去準備工作 那是合理的 是不是? 不管你拉不拉布,我先做好 局長,天地良心 我上次已經問了你 2015年 高鐵本來應該要通車 應該是這樣的 你就2012年上任 一地兩檢,我們問了你很多次 你怎麼做 那你也預留了 即是現在的總站 也預留了一地兩檢的地方 撥了款給你們做的 OK? 好了,我們現在問你 喂,一地兩檢 講成怎樣啊? 你就回答不了了 我現在再問你,你又回答不了了 那如果不行,兩地兩檢又回答不了了 那麼我們問你 喂,大陸有些本來是兩地兩檢的設施已經不做了 或者可能我們那條高鐵上到福田都要轉車 人家做了準備了 這些呢 就是我們聽到別人說的 即是傳媒報導的 有些我們是看到的 現在撥了款給你們的 到今天,我們問你 一地兩檢是否勢在必行啊? 如果是,會怎樣做啊? 如果一地兩檢不行,兩地兩檢怎麼做 到今天你都不回答 我再重申一次 如果你們不是超支或者二五 現在的車已經在走著了 即是說,一地兩檢或兩地兩檢都在做著了 是不是呢? 那你上了任 差不多三年了 三年就多了 一地兩檢 你到底有沒有做過,問過怎麼做的? 到現在你都答不了 那你要我們批錢給你 你不覺得羞恥嗎? 我問你,你可不可以證明 本身高鐵是2015年已經通車 即是去年通車 你可不可以確認這件事? 根據你們上次來拿錢的時候 我只是問這件事 局長 主席根據記錄的確在高鐵立行的時候 當時預計是在2015年底通車 當時預計是在2015年底通車 你很敵人,你很敵人 來得到你的工作人員 你每天做什麼? 你什麼是你的日常工作? 你夢想到你的辦公室 還是你不在辦公室? 你回答我 那誰拖那條高鐵呢? 是我拖那條高鐵 我每天拉布拉到你擠下去是石 是不是? 我每天拉布拉到你擠下去是石 你讓局長繼續回答,你有問題嗎? 你講清楚 主席,可不可以我回答? 局長,你可以回答 主席,如果是2015年通車 當然假如到那時候 都不能夠就一地兩檢做到安排的話 當然,好像我過去在這個會上 也回答過其他議員 一個很自然的避案 一定是某種兩地兩檢 那你挖下去是石 那你上去講一地兩檢 梁國雄議員 你已經過了時間 以及我也是給你多了時間 好,要到下一位了 胡志偉 天啊